你见过没有动物的动物园吗 小伙第一天当动物园园长 结果却发现 动物们全部被大货车拉走了 来到办公室他才得知 因为动物园经营不善马上就要倒闭了 只能卖掉所有的动物 但小伙却想到了一个办法 既然没有动物 那就用人来假扮动物吧 于是小伙找到有名的玩偶大师 为他们打造了四套动物头套 分别是北极熊 黑猩猩 树懒还有狮子 经过大师几天没日没夜的制作 员工们纷纷穿上了动物模具 这样子不能说很像吧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 动物园便重新开业了 小伙为了吸引游客 还推出了半价活动 很快吸引了一群小学生来参观 因为他们没什么常识 所以很容易就被忽悠了 但慢慢的游客越来越多 有些没素质的游客 还会对着动物扔石头 黑猩猩气的抱起一块大石头就要砸回去 还好小伙在一跑 才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刀火又去扮演北极熊 结果遇到了个没素质的游客 用一瓶可乐砸向了他 但小伙却是敢怒不敢言 就这样一晃来到了大中午 小伙被热坏了 结果发现水瓶的水还喝光了 无奈的他只好捡起游客扔下的那瓶可乐 就在他打开喝的时候 这一幕却被游客拍了下来 最后传到了网上 随后点击率爆炸 北极熊直接就成了大网红 第二天动物园就爆满了 全都是来看他喝可乐的 为了留住客人 小伙整起各种花式和可乐 就这样动物园被小伙盘活了